這裡存在你後面做什麼呢 再繼續做汽車玻璃 還是做環地產還是做IT 這個事情呢 就覺得自己很迷茫 就很焦慮 那時候玻璃已經開始 有人把我拿到香港 什麼地方去賣 新加坡東南亞地去賣 有一個台灣人想把我拿到美國去賣 因此我就去了美國 我發現呢 中國跟美國的經濟差100年 誤透了一個道理 在產業轉型的時候呢 傳統工業拍套兵 我聯想到中國呢 中國的玻璃還沒有普及 農村很多窗戶是用塑料紙做的 我回去應該是中國的 從去美國的時候 有沒有在哪裡布局過 比如說我在美國的發展 因此我95年 在村主拿到這邊建汽車玻璃的充實 就沒有準了美國的市場 在那邊建廠庫總辦做婚宵 那這個就成了應該是錯的 因為婚宵是一個服務業 是另外一個行業 不是你製造業人做的 在那邊建廠庫總辦 在那邊建廠庫總辦 建廠庫總辦